这边确实不错是吧 嗯 还可以吧 就像我们的开始吧 这个是 他主要研究的是上下文学习的工作机制 就是in context learning 然后 然后发现上下文学习中 那些示例的标签词就像anchor一样 就是起着一个锚点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就是想说明这些标签的作用很关键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看 上下文学习任务通过少量示例 指导大别模型执行多种任务 比如文本分类和数学推理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分类任务 想要分析模型是如何利用上下文 学习任务中的示例的 然后这篇文章是从 信息流动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一个以标签为毛的猜想 并且在通过多组实验 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这个猜想 然后再根据他们得到的这个 得到的结论 对上下文学习的性能 做出改进 然后还提出了一些 还提出一个错误识别的方法 然后这个标签词充当锚点的作用 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过程分成了浅层和深层 你在浅层存存在一个信息聚合流 就是模型会把示例的文本的 信息聚合到标签的地方 比如下面这个情感分类任务 大模型会把I dislike这些词 聚合到negative上 然后把go的这些词聚合到positive 然后再生存存存在一个结果预测流 就是模型在利用positive和negative 这两个标签聚集的那些信息 再去做一个推断 然后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假设 然后接下来他们开始验证 验证这个假设 刚刚说他们是从信息流动的视角 出发提出两个猜想 所以要看信息是怎么流动的 是不是刚刚说positive和negative 这些词真的是 是信息流里面最重要的 然后又考虑到在模型处理文本的过程中 不同的token之间的信息流动 是通过注意力机制来实现的 所以他们用显著性 显著性这个指标来衡量 这个信息流里面单词的重要性 显著性是一种基于t度来衡量 特定输入或者参数的重要性的指标 它就是跟注意力有关 这个RL是DL层的显著性分数 然后H是注意力头 AHL是DH个注意力头 在DL层的注意力矩阵 然后右边这个是 孙世函数 LX对注意力矩阵的t度 这样就是算出了单词X的 单词X的显著性分数 然后为了进一步更清楚的度量 他们又设置了三个指标 度量不同组件之间 信息流动的重要性 SWP是文本部分到标签词的 信息流动的平均重要性 所以它反映的是信息在标签词上的聚集程度 就是浅层的信息聚会流相关 然后SPQ是标签词到目标位置的 信息流动的平均重要性 反映的是标签词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力 就是深层的结果预测流 然后SWW是所有词汇之间流动的平均重要性 而且要排除掉刚刚浅层和深层的 那个SWP和SPQ 然后对它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基准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文本部分到标签词 就刚才说那个聚集 然后还有个叫做 然后还有一个就标签词到最终的 决策影响力是吧 信息流动 然后是所有词汇之间的一个信息流动 然后排除掉 排除掉刚才那两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看 然后这个是显著性分数的实验结果 这个SST2是一个用来做情感分析任务的 AGnews是一个话题分类任务 然后可以看到在浅层 SSPQ比较低 这个主要是什么事情吗 还是黄色 黄色的 在可能在零到二十层这个时候 是SPQ比较低 然后SWP比较高 我有点忘了 这个PQ和WP SPQ是 SPQ是第二个 第二个对对对 是深层的 然后续集是比较高 但是标签对最终决策还比较低对吧 说明在浅层的时候是信息聚会流占主导 然后在深层的时候 SPQ就是那个结果预测流占主导 这个也好理解对不对 对 这好像也好理解是吧 因为你是从浅层做一些聚集 聚集完之后 才到深层的地方 才能去做最终标签词 才到最终做决策 这个也很合理 然后在通常情况下 SPQ和SWP的值都超过了SWW 就是那个基准 说明涉及标签词的互动 比其他的互动更加重要 哦 就说明白了 就是那个关键的关键词 那标签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对吧 对标签是更重要的 然后就是验证了 初步验证了他们假设的合理性 他这个很聪明啊 是的 那你这上面还没看我 上面还有一页 右边这个是谁 一样的 不同的数据集 不同的数据集 然后接下来 他们分开验证了浅层和深层 这个是 这个是先验证浅层 他们就把 阻断浅层的 浅层的信息聚合流 具体做法就是 把所有的API P是 P是那个标签词 I是标签词之前 之前的词 就是把标签词之前的词 都设为0 这样的话 标签词就无法从 之前的文本中获取信息 就相当于没有浅层了 然后 这个是把它的attention是为0吧 是不是 对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I表是标签之前的词 A是那个注意力矩阵 就是attention 它的意思是从 就是这个标签词和标签之前的一些词 他们的attention 是吧 没有 对 这个如果全是为0的话 那就相当于从 这个标签 从他标签之前的词里面 没获得任何信息 对 对 对 就相当于组终的浅层 对 可以有道理 嗯 然后 然后用那个loyality 来衡量 阻断前后输出的一致形 阻断输出的一致形 就是 阻断前输出的 和阻断后输出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这个loyality就会 分数就会高 就说你输出之前 你阻断之前和阻断之后 如果是一样的是吧 嗯 就表示说他的loyality比较高 如果是阻断之前和阻断之后 发现变化挺大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不依赖 说明标签词 还是说明标签词比较重要 对 说明他依赖了 对吧 哦对说明他依赖了 然后然后这个label word first 是前五层阻断清晰聚合 然后last就是后五层 嗯 我看大家这个 label word first 是橘红色是吧 前五层啊对 random的是random 是随机抽取 label word first 哎等一下我一个卖 label word first 就是相当于浅层给他 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嗯 label word first 就是把前五层阻断了信 把前五层的信息聚合阻断了 就相当于是在浅层阻断 阻断信息聚合 然后last是在最后五层 就是深层阻断信息聚合 这么看起来last其实没什么变化呀 对啊 因为这个是想探究浅层的作用嘛 所以说 所以说是在浅层信息聚集 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的对对的 所以说把前面那个 把前面的first words 把浅层的给阻断的话 他就会变化就特别大了 对对对 就直接跌到了40几 对对的 GPG2的话 对 哦 对吧 嗯 然后 啊就说明了浅层对标签词信息聚集的重要性 然后还强调了标签词对于非标签词的优越性 因为random是随便的词 非标签词随机 然后random 然后这个蓝色降的很多 random稍微降了一点 但是没那么多 然后再验证深层 标签词在 在待预测的位置的注意力权重 跟模型最终预测的类别之间 应该会存在一个比较强的相关性 这是他们的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 嗯 什么说法 这比较直观 然后 所以他们用AOC ROC分数来衡量这个相关性 嗯 还有为了电话前L层 对模型预测的累积贡献 他们引入了这个RL RL就是 呃前L层比 AOC ROC高0.5 才算正贡献 就是说明预测的比较准确 然后这个是前L层累积贡献 占的比例 然后 然后实验结果是 呃说明 呃在模型比较深的这个 深的几层 就是这里是大概40层左右 呃 AOC ROC分数很高 呃 而且在浅层的累积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呃 就是这个红线 嗯 嗯 然后在中间层和深层呃 呃 浅浅那个浅层的累积贡献才会 连助的增加 这说明在 为什么会跌下来了 对啊 这个跌下来就不知道 可能不稳定了吧 嗯 反正就是大于20层开始 25层开始 它就往上涨了 对吧 嗯 对 呃 这说明 模型在中间和深层中 标签词的注意力分布 与模型的最终预测之间的相关性 会变得更加紧密 呃 这就证明了深层有那个 结果预测流的出现 而且深层对最终 最终预测的关键作用 嗯 嗯 然后在证实了浅层和深层的存在 还有那个标签的锚点作用之后 就是接下来就需要讨论 怎么利用这个这个锚点 嗯 来提出了有三个应用 一个是 AnchorReweighting 根据这个 结果预测流 呃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标签到 待预测位置的注意力权重大小 来实现加权上下文学习 促使模型对重要的视力赋予更高的权重 或者 消除模型对某些视力不恰当的偏好 呃 就是具体做法就是 可以在标签到 待预测位置的注意力权重上 成一个可学习的参数 然后他们用 嗯 他们用梯度下降优化这些参数 然后跟普通的 SL OneShot和FuShot比较 差那么多啊 啊 然后发现 这个这个猫点重加权方法 可以显著提升性的 等一下我再理解一下 它是怎么弄 它会通过调整 标签到待预测位置的注意力权重 来实现加权上下文学习 嗯 促使模型对重要的视力呢 赋予更高的权重 哦 嗯 它这个是一个 给了一个可学习参数是吧 那它是要去改这个网络结构吧 是吗 嗯 然后这个网络结构里面 它发现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嗯 然后就权重更高一点 对吧 标签到待预测位置的一个注意力权重 我就可以把它上升 把它多加一点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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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增加普通ICL的演示样本 可能并不会带来稳 稳定的正确提高 这可能是有引入的 嗯 one shot of five shot的这个 嗯 仅仅增加了多了四个 演示样本 四个例子对 没什么用 差别并不是很大对吧 反而有些地方下降了 嗯 嗯 然后第二个应用是上下文压缩 嗯 嗯 因为因为浅层的信息聚合流 已经把 视力文本的信息聚集到标签位置了 所以说可以用标签位置的隐藏状态来代表整个视力 这样视力的token数大大压缩 就可以加速模型的推理 哎 这样有好看 这样子的话不是那个token长度问题 这不是可以 我这里面可以解决一点吗 对吧 不然你那么长的一个 Internet learning 里面的话 Example 其实占了很长的一个 嗯 token数嘛 我把它压缩到只有到标签位置上的一个隐藏状态的话 好像可以压缩很多吧 可能 嗯 对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加速情况 对对 一两倍了 两倍多了 嗯 可以的那也挺好的 嗯 然后他们还比较了 把视力压缩成相同通分数的其他几种方法 嗯 一个text anchor 就是不输入标签的隐藏层呃 直接输入标签对应的文本 然后 就传统的落法了 嗯 然后 然后这个 fade random random 是把 标签的隐藏状态 呃 换成随机的非标签词的隐藏状态 想看看标签的作用 然后这个是 在在上面的基础上随机取20次 选 选中实度最高的 嗯 然后相比之下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方法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然后text anchor 会弱于这个heiden anchor 说明标签上聚集的 视力文本信息是不可或缺的 嗯 然后 然后这个heiden random talk 要弱于heiden anchor 说明标签位置的隐藏状态 比其他token对应的隐藏状态 蕴含了更多有用的信息 那等一下我理解他这个 random talk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在这个random random的基础上选了 选了呃 最匹配的最匹配的一个 选了最匹配的 标签的隐藏状态换成哦 随机的非标签是吧 嗯 本来是那个anchor的话就是 是那个标签附近的隐藏状态 嗯 然后你现在random的话 你随便选了 然后像那个random talk的话 就是标签忠诚度最高的 就是选了20次效果最好的 那个词 嗯 那这个应该比random要好一点吧 是不是 对他会比random要好 嗯 对 因为他至少跟那个标签忠诚度相高 这个就 还是有点用的 嗯 成random应该是最差 对吧 嗯 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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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然后 嗯 最后是检测错误的能力 嗯 因为又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猜测 就是 一旦标签位置的隐藏状态相似的话 模型 模型就会很容易 可能会很容易混淆这两个类 就是 模型如果混淆了两个类 所以 看到错误的话 说明这两个类的 标签位置的隐藏状态会很僵似 所以 左边是 嗯 毛点下量的距离 然后右边是ground truth 然后发现他们在混淆比较严重的类别上 体配的比较好 就比如说 这里都是 一 什么 一的话 然后这里 还是能区分出来 对 嗯 说明用毛点 距离有一定 有一定的诊断上下文 学习出现错误的能力 嗯 对 发现在混淆比较严重的类上面比较好 嗯 说明该方法有一定的诊断上下文出现错误的能力 就是像右边这样子 你说右边的是ground truth 对 右边是ground truth 那ground truth的话说明右边比如右上角三个一 说明这三种其实挺近的是不是 对 然后这个也挺挺挺高的数值 嗯 嗯 嗯 好 好 好 没有了 就是 这篇文章就是提出了有一个浅层和一个深层 然后验证了一下 然后再再用这个毛点标签毛点的作用 提出了可以有三个应用的地方 一个提供学习率一个可以加速对吧 可以压缩 还能解释一些上下文学习中的错误 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潜在距离太近了 对吧 对 然后局限性是 这篇文章说的全部都是分类人物 分类人物 对 对对对对 挺好的 这个文章却挺好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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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